今天这场街的热点是回家看一下你的公司账号和你的个人的邮件 如果你没有了工作 你就会在个人邮件上看到你不用上班了 如果你还继续上班的话 你就要看一下你的工作的邮箱里面就会告诉你 所以这是一个狠活 是一个刚上任的老板 然后三把火烧的第一把火有点狠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没错 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推特今天 马斯克先生上任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要砍掉一半的员工 据说裁员要达到50%到75% 员工好像是期间500多个员工 然后裁掉一半就是3000多 将近4000人就没有工作了 然后是让回家看邮件 这个根据好像有处犯了法律还是怎么样 大家正在讨论 有人也有一个员工正在找律师进行处理 我想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细节 就是加拿大这边 至少有两位高管 一个是管加拿大运营的另外一个高管 就是也被lay off了 也就是被裁掉了 他们也在积极的寻求这个法律的援助 有点狠 我们一直说的是加拿大有的时候裁人 比招人还难 但没想到这个世界巨恶 一下子就干掉一半 包括加拿大这边的 那怎么办呢 肯定他是有一定的补偿的 按照你的工作年限等等 但是对这些人来讲有点突然 也可能这个跟老板的性格各方面有关系 后来想一想不光是这个推特 还有这个什么GM 等等一些大的公司 包括微软等等 Facebook都在裁员 而且有的Amazon说是冻结招聘 一直到了明年还是今年的年底 这些表现出来大的科技公司可能由于几个因素 一个是经济影响 一个是这个疫情影响 再加上对吧 这个战争的影响 全球的各个这种环境 所以他们要砍掉一些没必要的业务 保证核心的业务 那我们一直讲 如果这些人裁掉了怎么办 他们肯定就会转向方向 要么就是找同类的小型公司 要么就是暂时性过度去接一些工作 那刚好加拿大有些空缺职位 希望能够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最终还是想要往他们的职业岗位上去发展 也有可能是因此而转变自己的职业生涯 所以有的时候 人生都涉及到这个叫职业重启 我们就是职场晋升 要么是职场转战 如果大家在加拿大或者是在国内有出现了晋升问题 或者职业规划问题 或者职业转场的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说说你的想法和看法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这里主要分享一个加拿大留学工作求职创业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